我们今天来拆这个IBM的新客派的型号 第四榴 这个玩意虽然是我的梦想 当年我小的时候 就是说特别想买这个 好好学习 结果没想到这辈子和它相聚 它却以素材的形式和我见面了 非常经典的一款IBM型号 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是IBM 现在不是现在其他收购之后的东西了 然后看一下后边 后边有些标签 可能有些人看不懂英文 我给你们翻一下 这个正品堂货 对正品堂货 这个租赁的来路不正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剩下一些蓄力号什么的 下面扩展物接口 首先电池 然后继续把徒手能拆的拆出来 这个光区模范化设计 这个东西朝这边拨 然后出来 非常的优雅 然后这个硬盘仓也可以徒手 出来 日历的40G5400转 40G都不够本期视频放素材用的 然后就需要上螺丝刀了 实际上这个笔记本 你们应该都看过这里边的结构 咱们主要看一下早期IBM的它这个设计 首先点下来四颗螺丝 然后这四颗螺丝的周边 都画了一个键盘的图像 就证明它和键盘有关系嘛 点下来之后 OK 它后边有盘线 所以现在得出节奏了 这个东西更换键盘非常简单 出控板 还有排线 继续是上端的这个装饰条 两边也是卡扣啊 但这个是善良的卡扣 它比较好拆 然后继续内部的内存 继续再拆里边的这些模块 首先无线网卡模块 然后这碗上调制解调器模块 但是这个机器肯定被拆过 你看这里边都有标 用过这个东西的人 估计应该都当爹了吧 特别是这种拨号声音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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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拨号声音特别好听 但是特别贵 下一步就把这些覆盖支撑架 都给它拆走 电池 立体声扬声器 光驱支架 硬盘支架 听话黑色的主要是个走线杂 继续拆上半屏幕 这边两盒螺丝 通理 OK屏幕部分 这时候说一下当年这个东西的一个卖点 它里边很多地方采用了铝米合金框架 你看这个位置 基础的 侧边这个条 这个部分主要是散热有关系 然后这个可以粘下来 PCI模块 这个小框架 看一下这个东西重量 9克 再看一下常见打火机的重量 13克 所以大概知道这个东西的密度了吧 看一下这部分重量 我把这个VGA接口已经粘下来了 28克 相当于两个大火机的重量 这块主要起到支撑作用了 下面是和这个主机花线相连 上面这两个螺丝孔 四个 是和上面屏幕相连 它这个方便实际上也好快 打开键盘以后 这个就可以清理和更换 风扇倒是有点重量 风扇95克 非常的纯铜啊 继续中央处理器 拆就给你们拆通透 看一下主板做工 这还是个集成显卡啊 高配高配 这俩应该是显存 插电 开机 5弯大电流 我可以看一下 一地残涵 我再给这哥们装回去啊 放入冰箱 OK 轻松点亮 但是这个硬盘里面没有系统啊 多了两个螺丝 这证明什么证明证明我给它优化了对吧这两个螺丝完全没必要 奔同M的处理器 OK 这样吧 IBM的ThinkPad T40